我觉得很多人都活得颠倒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现在人都在想 花2500万买一栋房子 花250万为了买一辆车子 花了25万只为了买个包包 花了25万为了手机 花5000块是为了要买件衣服 通通都觉得很正常 但是我们却让自己 花几千块投资在自己身上的健康 可能都需要摇头 会觉得太贵没钱 房子要舒服 你会花大钱去装房 车子要安全 你必须要保养 手机你一定要防摔 你要用保护套去保护着 包包也要防潮湿 只有身体没有人在乎过 难道我们的身体健康 还不如防止车子手机包包的值钱吗 没有健康的身体 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一件衣服值5000元 收据能证明 一辆车价值250万 花票可以来证明 一栋房子价值2500万以上 权状能证明 一个人到底值多少钱 我有健康可以证明 所以请不要计较花在健康上的钱 因为健康才是您的保障 选择权在您 有健康叫资产 没健康叫遗产 世界上什么样的床最贵呢 病床 这个世上 可以有人替你开车 有人替你赚钱 但是确定 没有人替你生病 东西丢了 你可以找得回来 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 永远回不来了 那就是生命